沒有聊世紀 天梨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哥德人對上朝鮮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是哥德人 哥德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打這個犀牛的時候呢 會有攻擊力加成 而且吃這隻野味的時候呢 這個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像吃這個犀牛啊 或是靈養啊 鹿啊 之類的單位 都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這個能力呢 讓哥德人前期大約會要增加 一百肉左右 可能或多或少 這樣子 哥德人呢 他的經濟來說 算是比較差一點的 但是他到了後期呢 有這個帝龍時代 六五折的步兵減免優惠 所以哥德人打到後期 主要還是要大量經濟支持 才可以轉出大量步兵 所以本身這個文明來說呢 算是比較吃重經濟型打法 強軍師來說也不是說步行 但是就是可能會一波 不成功就變成人 所以哥德人來說算是比較進捷一點的步兵文明 而且難度是比較偏高一點的 那哥德的話後期還有一個補陣喔 利用時代可以變成210人口 直接比多對方死人口的一個優勢在喔 那這個死人口呢 你也可以去補村民喔 讓自己的步兵喔 一直遠遠不斷的可以爆出來 這也是可能官方想要讓哥德打出來的一點優勢之一的能力吧 那哥德還有一個能力喔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的知乎技術喔 可以馬上研發喔 但是需要耗費50黃金喔 那一秒研發好 然後可以需要50黃金 那這個能力呢 讓他前期就可以拉一村喔 去開始偷搞路喔 還有偷搞豬 他是不是找不到 他找不到敵人家 奇怪 拉了一村出去啊 怎麼沒有搞到東西啊 乖乖的乖乖的 呃 大家應該有在關注我們頻道喔 看到之前喔 前幾天我們有上HERA的影片 那他呢也是用哥德喔 開場就去搞瑪雅的 路跟豬還有果子喔 什麼都搞 好 那這個能力呢 我會比較建議喔 像什麼中國啊或瑪雅 像哥德一樣 一開始就會織布的文明喔 都很適合用這招喔 去做抵 去做壓制的喔 尤其是你去遇到 屈子羅倫的時候喔 屈子羅倫直接被你射掉路喔 跟 被竹被射死喔 真的會很難受喔 他會完全沒有辦法玩遊戲 這個算是有點偷吃布的打法啦 如果大家想要練這種 比較偏門一點的招數的話 我覺得哥德 瑪雅 中國 你們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用這個打法 去 實際一下 去 用這個偷偷搞路的方法 拿下一些優勢喔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哥德 瑪雅 後面喔 可能還是要搞完這隻 鹿啊 這個村民的 這隻在以外遊蕩的村民喔 可能還是要拉回家啦 因為有些人會想說 這隻村民就沒有打上回家的意思 但目前看到了 各個高端的 打法 這一村出去搞事的村民喔 最後還是會拉回家 去做一些經濟補正喔 除非你就直接要截區裝甲塔 你就另當別論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朝鮮 朝鮮這個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的 陸地軍事單位喔 有木材的消耗減免喔 包含這個 他自己的馬戰車喔 所以 朝鮮人呢 還是比較適合 打這個 弓兵路線喔 會比較適合他 而且他本身有這個弓兵鎧甲的免費升級喔 每升個時代就自動給了 朝鮮人呢 比較特殊的東西 是他的投石車喔 投石車的話 他有這個無視最小距離的射程喔 而且投石車還可以增加 一弓的射程 他這個 金 應該是 金罐技術點下喔 投石車射程會再更遠一點點 所以他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打工兵投車 還有槍兵 塔戰車為主的文明喔 其他路線來說的話 會比較弱一點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沒有 一般的三攻喔 就是斷刀技術的三攻 所以他的騎兵路線 也不會強到那裡去 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鎧 所以朝鮮人來說 玩法還是比較偏 工兵跟復兵為主的 當然要打這個肉馬也是可以喔 但是 會比較弱一點 這一點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好 那目前看到 兩邊都已經開始打成棒棒了 那 朝鮮這邊打棒棒的加成來說 其實並沒有那麼有優勢 那他可能是想要阻止對方 入仙境的喔 想要第一時間有軍力 可以擋住對方的棒棒傾擾 所以才出兩隻棒棒跟對方做抵抗喔 那這樣交換下來的話 可能是 朝鮮這邊 稍微有點有利 原來這邊有多拉一隻村民 來幫忙打架 所以最後還是打贏了 那如果我是朝鮮這一方的話 我覺得這個投資交換 其實不虧的喔 因為如果這兩隻 棒棒一直進來騷擾 還有加這隻肉馬 如果都沒有死掉的話 一直在家裡這邊繞 這邊會很難圍之外 自己的主禁好像被控制住 或是被騷擾到 所以這邊投資兩根棒棒 其實我覺得不差 而且算是換得非常好 那各的這邊 其實就有點 太贏要跟對方打 如果像大家看到對方也出 棒棒跟你想要互打的時候 盡量要跟他拖時間喔 不要送掉比較重要 因為你出棒棒本來就是要去拖時間了 結果你這一送掉 加力可能就很難圍喔 有可能就會變成烈士的那一方 好那各的這邊繼續轉出了更多的棒棒 朝鮮這邊呢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但是還沒有馬上 沒有馬上圍死喔 馬上就下了一個射箭場 我剛想說他怎麼有開伐木場 他先下了這個射箭場 OK 好那伐木場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推薦喔 大概 8到9個人或10個人都可以喔 8個人的話可能會有點極限喔 9到10個人還是比較正常一點 因為你還要去維加撒龍田喔 所以可能9個人OK 8個人我覺得還是有點太少了 好那這邊朝鮮人轉出了小弓 然後4個人挖金的一個正常開局模式 那各的這邊也是轉出了射箭場 那這邊待會可能要出 應該也是出現出小弓喔 因為他這邊是4個人配金 配金 配金 那4個人配金算是比較正常的打法 那這邊有看到 哥德里有把這兩個金礦的村民 拿去伐木喔 這也是一個細微的經濟調配喔 他想要把木頭配多一點喔 讓這邊圍死喔 然後趕快撒出更多農田 然後這邊就要開始轉出毛冰了 那待會在前面補一個 冰工廠 因為多一點人伐木的話 冰工廠可以更早出喔 然後農田可以更早撒 盡早撒下這個一級射喔 這樣子他防守也會更有利一點 好 朝鮮人這邊也果然補下一級射 這算是一個比較前期喔 小小的一個細節喔 大家對這種經濟配置喔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對你們實戰上來說 多多少的會有幫助 但這個部分其實有點困難喔 還是要需要大量的這個實戰經驗 才能去理解 我真正到底在說什麼意思啊 好 因為其實一般玩家不太會在意自己的金配多少人喔 但對於這些頂階高手們來說 一個人多一個人挖金 少一個人挖金喔 其實就差很多了 那木頭的配置其實也是一樣的 好那目前看到朝鮮人這邊 法木場有點被騷擾到了 但還好右邊已經圍死了 哥倫這邊則是也是為死 等級花了非常多的木材 那毛兵的部分呢 在解上方的民兵的關係 沒有第一時間下去 救一下下方的村民 被迫收村喔 被傷到了一點經濟喔 好但這邊兵工場下得很快 但是一級射還沒有點 可能是有點在忙 防止控這些單位 OK 找個機會點下了一級射 但朝鮮這時候一級射已經好了 三隻攻兵瞬間收掉 這邊攻兵空的還算不錯 好朝鮮這邊就去把兵往後拉 想要拖延時間 但有一級射的哥德應該要拿下來了 OK那看來封建時代 應該就這樣打得差不多了 好那目前看到 補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去撒農田了 那這邊配木的人喔 是配到石木喔 就算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配木方式 因為他正面 需要的木材太大量了 這個判斷我覺得非常正確喔 非常OK 沒有問題 不知道這位 D122 ICE GIRL 不知道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喔 感覺比較像是台灣人 或是香港人 但我不太熟 但目前看到 他的前面這些打法跟配置想法 其實都算蠻OK的喔 那種 頂尖高手的味道 但這邊衝進去好像有點魯莽囉 但 但但但但還是衝進去了 四隻 毛兵進去 感覺能做到事情有點少 稍微嚕嚕小小一下 但我不認為 對方會收村喔 這個可能被打也只是拉 弓兵喔 出來回救一下 或是直接拉村民去扁他 對啊 所以能實際燒得到的東西喔 其實是偏少的 所以人家可以 其實可以 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好 弓兵過來救一下 結果被換掉一隻 OK 瞬間解掉 這一坨的毛兵傷害 OK 但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至少讓他兩村喔 又暫時沒工作 割著之後也補下了 城堡時代 朝鮮這邊也補下了 這個一級挖精 還有輪 一級農田 經濟來說還算不錯 兩邊都點一級農一級木 割著之後補下了 弓兵的鎧甲 可能上城堡時代 想要打這個戰毛兵吧 雙四劍場出毛兵 朝鮮這邊可能 太有可能顧慮到 如果待會割著 朝鮮有挖石頭的話 待會插城堡轉馬戰車 他出戰毛兵也可以 有效對應 所以我覺得割著這邊的想法 其實蠻聰明的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這邊想要前壓 應該是要蓋 工程七字造所吧 因為木頭很多 石頭很少 或是想要前壓生頭戰術 但被這一坨的戰毛兵 給壓制了回去 就看到上方的工兵 直接入線進來這邊 被迫直接圍後面的家裡 但這邊還是有個洞喔 但這邊有城鎮中心 可以收穿一下 好戰毛兵回救 第一時間往前 但也不管了 遇到戰毛兵就直接往前射 射掉了一些村民 三隻村民直接被射爆 但是自己損失了所有的工兵 家裡的工兵繼續補 現在只有三隻工兵而已 但前線的頭車 跟老頭陣線 已經蓋好了 蒸頭戰術已經準備好 頭車砸一下 再砸一發 沒砸到 看到這個 石頭飛的位置 就覺得不妙了 哥德果然被 中了一個大碗的 現在沒有辦法用戰毛兵 去秀對方 本來用戰毛兵去秀對方的頭石頭 就很容易出事喔 這個是 高端玩法喔 大家不要前一嘗試啦 即使是2200分的玩家喔 也是 很容易會有失誤的狀況出現 只能說 不怕萬一 只怕一萬了 後面 找到一台頭車 頭車 可以出來一換二嗎 哇很近 還有機會嗎 拉走再頭一發 一換二差點成功 還有兩滴血 來不及被毛兵給換掉 唉唷 這個一換二的頭車 秀得很漂亮啊 OK這邊頭車 順利拿到兩個擊殺 哥德人這邊 用自己的頭車 守住了正面 當然要小心朝鮮喔 朝鮮這邊有出老頭 所以出騎士也不太好打 那還好 朝鮮這裡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這邊要前壓頭車的話 只能用自己頭車車去做壓制 那頭車車的話 現在 頭車互丟的話 本 本質上來說 是沒有太大優勢的 能力就跟對方一樣 一定要頂到這個金冠技術喔 頭車車的射程加益 才會有優勢喔 朝鮮這邊遇到這種情況就很尷尬喔 對方也出頭車 跟對方自己互丟 哥德這個文明呢 本身打這個生頭戰術喔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自己也可以轉出肉馬騎士喔 都可以 哥德這個文明蠻特別的喔 他是可以轉出大肉馬的文明喔 跟朝鮮一樣 這兩個文明都是有大肉馬的 但是一樣都沒有三級馬卡 但哥德的話是有品種的 所以哥德到後期如果轉出大肉馬酷打的話 哥德還會有優勢 但朝鮮的話可能就沒有了 好 那目前看到哥德人用頭車把對方的朝鮮人給逼退回去 哥德為什麼要這樣打 主要是因為自己哥德本身也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朝鮮本身 也沒有都很害怕 他轉老頭出來反制 反而是要去思考這個要怎麼打 那如果對方的頭車被打出來了 那自己老頭該怎麼辦呢 沒有救贖思想 好這邊趕快補一個大學 等一下要護衛技術 但這邊補一個大學 不確定是要補什麼意思的 因為哥德人來說補大學 可能是要來點這個彈道學吧 可能要讓自己的戰毛病喔 打得更準一點 但這時候補彈道學 可能會有點 不是這麼有效率 感覺上 因為這個300木拿去撒耕種農鐵 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賦許會更好一點嗎 結果頭車被秀掉了一台 不知道怎麼秀的 剛才沒看到 這邊八隻戰毛 還在後面繞 但朝鮮人沒什麼想要理的意思 因為戰毛病的殺傷力太少了 而且只有八四喔 還不成問題 這邊直接擦身而過 頭死車 這邊看到先拍了一下 拿到殘血 但這邊貼得非常近 這個戰毛病 打得很近 但頭死車有無視最小距離 他可能忘記 朝鮮的特殊效果了 近距離頭死傷害非常強大 直接投爆了 哥德德所有的毛病 好 哥德在這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好 還有點下了二級的 護兵鎧甲 好 好 頭死車往前 斬了一發 Miss掉 先打這個哨戰 好像對方沒有視野喔 對方就不能先手必勝 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判斷 OK 這裡又秀掉一台頭車 哇 哥德德這邊秀頭車秀得很漂亮 好上完頭死車砸一下 哎唷 直接換掉剛出來的頭死車 這個反應好快啊 這位哥德玩家 是不是以前是打囉的 反應 異常的快 控兵都扣得很好 因為我發現 有些世紀帝國玩家 只要控兵扣得很好 都是打囉出身的 從玩囉 掉過來 世紀帝國的人 其實帶我人在 尤其是那種操作很豐壽的玩家 可能是我自己的觀察 也不太準確啦 就是單純個人感想 好 目前看到朝鮮人 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額著這邊 還有一段時間 才能點帝王 這邊反而是轉出了 大量哥德的衛隊 哇 按了十字啊 好 而且這邊補下了帝王時代之後 前線蓋了城堡 準備要來前壓城堡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了 這裡投石車 砸到了一些傷害 喔 這裡工兵可能被砸過嗎 這是排隊裡邊當的工兵 好後面的戰貓兵也在騷擾 但投石車已經來了 OK 順利解掉 好這時候哥德人 轉出了衝車配上 哥德尾隊的combo打法 原來你也想搞這招 哥德硬 衝車嗎 但是後面就是要 有投石車啊 哎呀投石車 砸衝車輸得太快了 哥德硬衝車的玩法 看來是要失敗啦 這個打法最害怕就是 對方一直有出投石車 第一時間可以反之回去 好但沒有關係 哥德下車之後 還可以再繼續往後走 因為移動速度很快 遇到對方有出投石車的情況 丟掉了不太敢繼續往前 但這一坨哥德的位置 還是給朝鮮 一定的壓力 後面拉大石牆開始做防守 朝鮮這時候搬出了巨型投石機 準備要來開拆了 哥德人這時候補下了 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的這個科技喔 有時候觀眾會問 什麼時候到底要點喔 最簡單的 出法就是 你要出哥德位隊的時候 就要去點 那如果你們要出哥位的話 其實就不用點 通常會點時間喔 應該都是你上帝王時代的時候會點 如果你要先升帝王的話 自然就不會先點這個喔 那如果你沒有打算上帝王 想要打城堡一波的話 那建議喔 就可以在城堡時代的時候點 不然通常的時候 都是在帝王時代的時候 才會去點 因為無政府狀態的這個科技喔 吃肉是吃非常多的喔 其實 城堡時代點喔 就已經是要450肉了 將近是一半的 帝王時代的肉量 所以我是沒有那麼推薦喔 在城堡時代點的 那如果你真的被戰況所逼喔 真的一定要城堡時代 爆出大量哥德位隊喔 那你還是要去點 那你不點的話 可能就會自己會GG了 畢竟人被殺就會死嘛 對不對 防守還是比較重要的 這時候就是 不管要不要點帝王時代了 先守住自駕 才是重要的 好那哥德這邊已經補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之後 還補下了哥德位隊的升級 打朝鮮來說 哥德位隊是一個很強烈的單位喔 因為他的馬戰車是歸類在這個工兵單位裡喔 算是馬工單位吧 所以打起來喔 用哥德位隊打馬戰車喔 其實傷害是非常非常痛的 所以哥德位隊打工兵果 真的是超級好用 好這邊哥德位隊 顧著打 牆壁的關係 快被解掉了 看看下哥德位隊幕下可以打幾滴 哇靠 7-4變5-1 23滴喔 哥德位隊砍一刀23滴 哇看起來是耶 好痛喔 怎麼這麼痛啊 剛剛是高打滴嗎 哇靠 這哥德位隊無雙啊 哇好猛 好那看到朝鮮人這邊直接 三台巨頭拆掉了城堡 沒想到哥德位隊喔 打這個馬戰車也會這麼痛喔 打了20幾滴啊 好像也是喔 他本身攻擊力就蠻高的 因為哥德位隊本身傷害就有10攻喔 精銳是12攻 12攻加2大家額外增傷 123滴好像差不多喔 確實 我記得打工兵 好像只要兩刀吧 就可以砍11隻工兵了 所以哥德位隊認識工兵殺手 安全無誤 高遠防 跑得又快 但這邊直接一個獨城戰法 把裡面巨頭娃娃娃圍住 這邊巨頭非常安全 前方的城堡被拆掉 但哥德也是 沒有很緊張的感覺 反而是慢慢補下農田 往後開始灑 然後轉出哥德位隊在家裡防守 這裡放了幾隻哥德位隊往後走 但朝鮮後面補了一個城堡 好那朝鮮看到對方哥德了 轉出這麼多哥德位隊 轉出火槍想用應戰 那超限人本身來說 他可以考慮打這個步兵的部分喔 其實是非常 不是明智的抉擇 因為他沒有三攻喔 我剛剛有講到 所以互打情況下來說 他也不是非常優勢 但超限人也有劍兵有勢喔 也有軟甲技術 所以真的要打單純當肉盾來說的話 還是可以考慮去出的 但由於本身朝鮮是攻兵國喔 本來肉量就不會配到這麼多 所以現在要轉建立兵有事喔 其實是偏困難的 轉火槍其實剛剛好 但火槍又很害怕 直接被貼過來 哇靠 兩刀 一隻火槍兵 哥德位隊實在太強大了 打完火槍之後 開始往後追擊後面投資車 投資車也是瞬間被拆爆 因為哥德位隊的正面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這邊的正面圖圍打得非常漂亮 後面的兩台投資車 加上衝車開始塞頂外圍的建築物 裡面的哥德位隊因為遇到無三位幫忙開門的關係 直接衝擊到裡面的巨型投資機 看起來朝鮮這邊有很多叛徒啊 看來必須中出了 好 那目前看到哥德化學點下來 點化學這邊可能是要轉戰毛兵喔 因為哥德人戰毛兵其實很強的喔 三級射三級的攻兵卡甲都有 但是就是沒有強弩喔 不然哥德其實也是攻兵果了 還好他沒有 那 也就是說他其實打對面火槍喔 轉戰毛兵也很厲害喔 OK 這邊還轉出了火炮 哥德這邊直接用 大量哥德位隊加上巨型投資機 還有衝車開始頂住了朝鮮人的城堡 好 火箱開始慢慢 射掉了外圍的哥德位隊 哥德位隊 還是蠻能扛的 雖然沒有辦法 用這個火箱喔 高速解掉哥德位隊喔 但是慢慢射來說的話 還是可以射的光的喔 好 那這邊看到 哥德轉出了火炮之後 衝車也在升級當中 那我覺得哥德也有個 比較遺憾的事情是 他哥德喔 像日本一樣 是沒有辦法升級大衝車喔 這些強大的步兵文明喔 卻沒有大衝車可以用 其實有點可惜的 雖然有的大衝車好像會太強 因為步兵加大衝車喔 衝車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箭矢傷害喔 讓日本啊 或者是步兵喔 步兵國拿到衝車的話 真的會 非常強勢喔 好 朝鮮人這邊慢慢轉成長劍兵 撲揮技術一擊攻一點下 OK 這邊火箱解掉哥德位隊速度 其實也是蠻快的 但哥德位隊解火箱也是超快速 兩刀抑制速度不是在假的 哇 好快 OK 這邊沒有 進戰單位 只能拿出魚去扁 巨型投射機 這華民實在太奇葩了 好 當然朝鮮人這手已經斷金了 零金 但是哥德在繼續猛攻當中 左邊也建立一個新的城堡 衝車加巨頭也在開拆當中 火箱在努力甩槍 這邊突然點下了雙手劍兵 還有一擊的步兵鎧甲升級 右邊這邊挖進的村民拿去打巨頭 真的是怪怪的 怪怪的 怪怪的 要拉也絕對不是拉黃金的村民去 打巨頭啊 感覺朝鮮有點慌了 好 看到朝鮮這邊轉出了雙手劍兵 那可能用雙手劍兵就可以稍微擋住了 不一定要轉出劍兵勇士 畢竟劍兵很貴喔 750肉 OK 也補下了軟甲技術 那個軟甲也可以增加一點的遠防 對抗哥德的戰毛兵是相當好用的 OK 對方戰毛兵是正常的3加4 哇 打火槍好痛 哥德這邊轉兵轉得非常及時 戰毛搭配哥德衛隊的打法非常OK 好 劍兵勇士出來了 但還好現在沒有三級板甲 所以暫時還能 打雙手劍兵 等板甲出來可能就會很癢 OK 趕快先拆掉巨頭 沒錯 哇 但是巨頭直接反擊了火炮回去 朝鮮人這邊的單位損失戰機 被迫轉出了更多的 雙手劍兵想要來扛住正面 但現在面臨完全斷劍狀況 朝鮮人現在只能用被迫買賣 才能換出一些黃金來 這邊衝車往後拉 結果直接吃到了城堡的射程 有一些雙手劍兵被吸引的過去 損失慘重 好 三級的板甲中補下 哥德仁這時候點一下金冠 哇靠 士氣灌注 增加均勻的100%的訓練 加速 哥德仁現在是兩倍 暴兵的步兵速度了 這邊暴兵就會非常誇張 馬上就補惜許多的戰力 朝鮮這邊非常絕望 板甲還有8秒朝也好 戰毛兵打雙手劍兵還有傷害 OK 板甲終於好了 戰毛兵接下來打雙手劍兵就會沒那麼痛了 OK 哇 有板甲跟沒板甲真的差很多 有板甲之後打雙手劍兵基本上沒傷害啦 因為遠防是6啊 戰毛兵只有7攻 7攻打6點遠防的 雙手劍兵正式了0傷害 好 板哥德這時候也轉出了雙手劍兵 護砍 要比步兵造價來說的話 哥德是絕對優勢 換下來的話絕對是朝鮮很虧啊 好 朝鮮這邊直接被換爛了 火槍也沒有足夠的黃金可以出 現在遇到雙手劍兵 越換越虧 而且自己沒有3攻 也會打輸對方的雙手劍兵 對方雙手劍兵可是有16攻的 自己則是只有13攻 受不了終於打出了GG 哇 這場比賽 哥德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轉手圍攻 順利把敵人給壓了回去 遇到對方的轉火槍 自己也是即時轉出了戰毛兵 那對方轉出了雙手劍兵呢 自己也是轉出雙手劍兵 即時反制了回去 這也是哥德的打法 後期一個比較彈性的地方 到了更後期的話 還有這個大肉碼可以做使用 所以哥德人來說 算是 真的是一個不是很簡單的文明 有太多細節可以做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朝鮮 這邊拿下木材生理 食物的話是輸的 黃金也是輸 食料的話也是輸的 哥德這邊後期經濟很好 後期的經濟都有控好 我們看到這邊首推車 32分鐘就點了 點得非常早 但他後期43分鐘才點二級農 這個其實大家不要想說 步兵文明果43分才點 這個農田科技 是不是有點太弱了 其實不會的 其實只有點一級農 我覺得其實就夠用了 二級農的話 真的是看情況 就是你有這個 戰況餘力的時候 真的戰況不是那麼吃緊的時候 去偷點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哥德這邊玩的真的是蠻好的 好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KD率的話 也是1比1左右 所以兩邊沒有差距太多 算是一個蠻精彩的比賽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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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